嗨,大家好,我是小婷 今天表哥带我来这边买母猪 我们现在去上面看一下 听说他这里有一头母猪要卖 然后表哥都跟我们联系好了 就带着我们过来看 连大爷也过来了,走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养猪的地方了 我们在等待那个主人 他等会儿要让我们消了毒再进去 他在吃午饭,没空 他们现在在吃饭 他这里养了很多猪 大家看一下,这户人家喂猪这里 地势特别高 白天现在是下午了 下午的当中了 还是起了雾 这里面人非常少 现在就住着几个老人家在这里 所以这个环境特别适合养猪 他们家养了几十个猪 因为我表哥上次来抓了几个小乳仔 然后就带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母猪 我还以为是怀孕的母猪 因为他那个已经股子都挨着地 这个猪仔还卖了几天 你给我什么买元去买元 大家看见这个母猪比较小啊 它是要卖三千块钱 这个是刚把那个小猪给抓走了 这种猪比较矮,就这种圆猪 脚比较小只 你看他那个刚生过来的 你看肚子都贴地了 老板娘在上面赶猪下来 他刚刚那个猪上山上去了 等下赶出来,从这里赶出来 那德国是要好地带着 这是拖毛 小华里很练的,你不要到我家去家 嗯 是 人家都说这些 说来的了,不会,不说来的 不回来,说来的,不回来 我德国还没国泰 这两个都可以 哎哟,还要打架 哟哟哟 还要打架 哎,哎,哎 哎,你们两个还要打架 这两个都不一难关系 这一头 刚从山上赶下来的 你没来过我了 你整个我这么客气吗 脾气比较暴躁 嗯,你对我那么不客气吗 嗯,嗯 嗯 我这样的古怪厂临是吧 嗯,嗯 没有嘴笔就 我小弟哦 看这个 我在老板这里看到了一只 红鼻子 红鼻子狗 我们家的六百 是兄弟 我点怕哪哟 我们就准备买这一头了 还可以爽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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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小姐母一瘦过来 你也站在那里 还要站过你老板 他这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准备好钱了 我准备去把母猪拿下 三千块 那个母猪就是架子比较小一点 它是那种最原始那种原种母猪 它是那种香猪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也比较难买得到 它那个也 其实它生的 跟那个母猪没有太大影响 生下来的仔 所以我们也考虑了再三 还是觉得买下吧 现在很难买得到母猪了 而且价格也不贵嘛 对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大家觉得贵吗 可以结束 你觉得那个母猪有多重 一百多斤嘛 不就一百一百三十斤左右吧 一百四一百一百三四的样子 不重 但是 好歹也是个母猪嘛 因为现在你买这种猪很难买到 我们问了一圈 然后跑好远到这 上次有一个也是介绍我们 那个母猪它要五千多 对 我觉得太贵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 这个三千块钱 我们觉得 还可以把 两 来生 两窝小猪猪 应该就回本了 走 一窝就回本了 不是两窝 一窝吧 现在我们把钱放一下 你拿去陪家去试 陪家去试 就试一试 不钱 把钱也帮你拿 你试哈 嗯 妈妈买糖茶 妈妈 你等我东西 那麦当茶